欢迎回来继续Focus 我们来看美国消费电子展CES 在1月5号开放大众入场之后 果然大批人潮涌入 那么去年呢 因为疫情还是属于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 所以规模小 那今年回归正常版 所以呢 新创企业纷纷卡位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各大汽车大厂 把握CES的机会 在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非传统车展的绝对发布场地舞台 其中BNW请来了好莱坞巨星 阿诺史瓦辛格好久不见他 特别到这次的消费性电子展站台 好莱坞巨星也是前加州州长的 阿诺史瓦辛格 大驾光临组成消费电子展CES 就为了帮BMW的行车站台 BMW带来全新电动概念车 iVision D 把水箱护照变成一张脸 会说话并且能感受情绪 It's all so exciting And this really is just the beginning BMW表示 这科技感十足的车用技术 最快2025年就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 另一间大厂宾市则聚焦配套设施 宣布要在北美盖自己的充电网路 共400个站点可替2500辆电动车充电 并且不限品牌 至于日本企业团结力量大 宣布与宣布和本田联手 采用高通的数位底盘 打造出全新的电动原型车 Affila在CES亮相 欧洲最大的汽车零件供应商 德国大陆集团已轮胎出名 却展示一系列内装科技和穿戴装置 从可湾区的车用面板 到全球第一件有侦测性能的安全夹克 负责人亲自传上示范 CES并非传统车展 全球汽车大厂仍使出浑身解数 因为看看底下座无虚席 以及开幕首日的人潮就知道 不同于去年的缩小版 2023CES 以疫情前的正常规模回归 各式各样的互动体验 吸引大批民众 从别的州 其他国家远道而来朝圣 一堆创新发明 包括他 展场中这位眼睛变爱心的机器人 可不只会找人自拍 他原本就从打扫消毒到看护一把照 最近又新增了送货和巡逻的功能 目前在日本 香港和台北 都有这台多功能机器人服务的身影 由德国新创发明的这套轻量动力服 则需要帮民众减轻背部的负担 不只人类相关的新科技白白种 不会说话的毛小孩也跟着四主一起融入客气生活 透过一颗颗按钮 简单告知四主宠物当下的想法已经越来越常见 但美国之间新创把功能再进阶 当宠物按下按钮 会变成简讯传到四主的手机 同样还不会说话的人类婴孩 则有一台搭载AI的监视器来照应 特别是睡觉时口鼻是否被盖住 一旦睡姿异常或呼吸有异状 马上会透过手机APP警示家长 半斗体大厂超围的董事长兼执行长苏兹峰 在发布全新笔电处理器之余 把引领未来科技的关键指向他 科技趋势必须和气候并进 南韩现代集团选择公布一项永续愿景 又改革未来的海上产业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